指揮中心在基隆推出類普篩 引起雙標的質疑 陳時中解釋時說是因為時空環境不同 如果說前年你要做 你就沒有這些相關的東西 你去年要做 那時候主要都是專業用的快篩 而且那時候的精確度也相當的不足 那時候大概只有七成 然後現在是有家用的快篩 已經比較普及 它的準確度也到達九成以上 這兩個時空完全是不一樣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現在我們在做的時候 也是責定在這個有可能 有社區的一個傳播的可能性的 然後來做一個示範的計畫 我們就來看看這段話到底有多少疑點 前年你要做 你就沒有這些相關的東西 事實上前年5月和11月 美國FDA就先後批准了一般快篩和居家快篩 兩款的精準度就超過90% 只是台灣嘴巴喊超前部署 卻沒有研發也沒有買而已 你去年要做 那時候主要都是專業用的快篩 去年6月疫情還正嚴峻的時候 食藥屬就批准進口家用快篩 等於下半年台灣早不是只有專業用的 而且那時候的精確度也相當的不足 那時候大概只有七成 去年第一批批准的家用快篩 就已經達到80幾%到90幾%的準確度 沒有誠實中說的 整個準確度只有七成 現在是有家用的快篩已經比較普及 它的準確度也到達9成以上 當初陳時中反對入境普篩時 他這樣說 如果現在準確度達到9成就可以普篩 那當時反對入境普篩的陳時中 為什麼要執著那10%的偽銀性呢 現在我們在做的時候 也是責定在這個有可能 有社區的一個傳播的可能性的 然後來做一個示範的計畫 只專對有風險的地區普篩 過去其實在布陶和敦木艦隊也做過 但陳時中這樣說 從布陶的經驗 從在東木艦艦隊的經驗 我們都類似做過類似的普篩 全部去篩 那是因為有對象群也很明確 對 那個已經是在一個對象群裡面 去做普篩了 可是普篩之後都陰性之後 他還是在這兩個禮拜陸陸續續的案例出來 布陶也是一樣 其實過去的政策有問題 大方承認然後改正就好 不需要硬拿一堆理由來掩蓋 結果說法反而出現更多的漏洞 這樣只會有損人民的信任而已 本期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什麼想說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